問題就是這個是左上到右下 左上到右下 這個地方是右上到左下 還有這一條線跟這一條線 實際上這個是兩個規則 不是一個規則 所以我們先從這個黃色的線開始講 這個黃色我這邊已經有一個規則 就是黃色這個規則 然後我把它先刪掉 然後留下原來的橘色這個 如果要左上到右下 其實原理原則跟這個蠻像的 第一個一樣要把範圍選起來 這個範圍指的就是你要做格式的範圍 也說只會這個範圍才會被格式化 其他範圍不會被格式化 可是這個格式有什麼條件 就是當上面這個跟 跟左邊這個 兩個相加等於10的時候 9加1 兩個加才剛好10 8加2 加起來也是10 所以剛好是條件是10的時候 所以公司要怎麼下 那我的習慣是一樣新這個規則 一樣是使用公司來決定 就是當上面這個的數字 加上左邊這個的數字 這個儲存格的值的時候 它的值等於多少 等於10的時候 但是你要考慮到一點 因為它這個範圍總共有選了9981 有81個儲存格 所以它會一個一個一個的去跑動 那跑動的時候一樣會有鎖定的問題 所以鎖的話一定是固定第三列 然後第A欄 所以記得喔 只有第三列跟A欄前面加錢的符號 所以請你把B前面的這個錢的符號拿掉 再把A4的4前面拿掉 這樣才OK喔 所以原則上這樣應該就答案了 然後格式的話 比如把它變黃色好了 我不要填滿的話填黃色 這樣按確定 理論上應該就OK 應該看了我的意思吧 所以答案應該這樣 我按確定 有沒有 OK了 所以上個禮拜的答案 因為上禮拜好像有同學 矯勁腦汁 然後一般一直不敢離開座位 一般一直不敢下 其實我沒有關係 其實這個公式或者程式 我是覺得有趣的地方 當你自己想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是最有成就感的 你說這個我怎麼想出來 這個我也試很久了 我背後可能我想了很多天 我終於想出來了 但是後來發現原來規則是這樣 這是我自己體會出來 所以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所以你說老師你怎麼都記得 你是背的嗎 跟各位講 這些所有東西 我一個字都沒有用背的 因為我是真的完全了解 才做得出來 很直接 因為你講話就知道了 我是很順的講 我不是說好像用背的 好像有點是 好像還要思考一下的感覺 沒有OK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第五列 第五列其實我們先做 所以第五列、第五欄的話 一樣 當當等等於等於這個儲存隔 其實你也可以用這個 當這個儲存隔 從這邊開始 因為一定是因左上角開始 當這個儲存隔裡面的值 CA等於五的時候 一樣呢 你必須要鎖 鎖的是這一欄 所以A藍一定要鎖 然後面的列不能鎖 所以把這個錢的符號拿掉 那你說B要不要? B因為不管 因為我們主要是針對列的部分 所以 B的部分就不用了 設定格式的話我隨便再抓一個顏色 抓這個顏色 那如果是當他第五列的時候 等於五的時候 然後他就幫我變成綠色的 OK 有沒有綠色的 那你說老師那那個 藍怎麼辦? 藍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當 當就等於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管上面的 所以這個儲存一樣是要鎖第三列 所以B的部分不要鎖 然後呢給他一個格式 什麼格式呢? 隨便再給他一個藍色 隨便給他一個藍色就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 他會一直一直跑到 然後他的第五藍的時候 當他等於五的時候就把他填一個顏色 按確定 糟糕 他感受自己一下 復原一下 OK 所以你做錯沒關係 所以你看我也會做錯 我不可能 OK 所以 不會很小心就對了 這個 等於 等於五的時候 剛剛忘了加這個 然後記得把這個 拿掉 所以這個公式 然後格式化成什麼? 格式化這個 隨便抓一個 這樣應該沒錯吧 所以他會一直往這邊 跑跑跑跑 當他等於 五的時候 他就格式化 跑跑跑 再下一個 跑到五 又格式化一下 有了 有沒有 OK 那這個就是 上個 星期 的問題的答案 最後的話呢 我是希望各位 再去針對這一題 把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個叫 99乘法表的一個 VBA 因為VBA我是希望說 如果假設我今天 要寫一個 輸出 VBA VBA的一個什麼 一個程式的話 最好是這邊有一個 就像這樣 當然後面其實也是有什麼 格式 清除 這個就是 我們上個禮拜做的 不過這個有點難 我是希望說你們 可以這樣子 把這個原來的這個 當然你可以先做 先把它複製一個 複製 拖拉過來 然後加Ctrl線 把這個名稱 改成叫什麼 VBA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一個 叫VBA2 然後把這個 裡面的格式先清掉 就是清除裡面整張規則 把這個規則都拿掉 因為我要自己寫 那我首先希望這個區塊的 資料不要 那我現在寫個 VBA 的程式 只要一執行它 它就會 自己跑出 剛剛這樣的一個 99乘法表 有沒有 不過啦 我跟各位講 中間這個乘號我是直接用X 因為我懶得在用插入那個符號 那個符號才很麻煩 剛剛用X來代替就OK了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寫 其實啦 如果你假設你這個程式不會寫 有個簡單的方法 說真的 這個程式不會寫 其實你是可以 到那個 在那個 TRAGE-GPT上面 打一個 GPT嘛 然後進到TRAGE-GPT裡面 你就寫一個什麼 請幫我 你看喔 我是覺得它蠻厲害的 請 幫我寫 GPT 不用寫的 講的太那個 太複雜 寫VBA 應該有寫 範圍跟他講一下 範圍 從哪裡到哪裡 跟他講一下 就是 這個範圍就是 B4 到J12 所以你跟他講說 B4 到 J12 那後面其實我後來發現 你不用打什麼儲存格 後來發現它應該看得懂 或者最好你可以 也不用打eSale 因為我發現VBA就eSale 然後這樣就可以了 按Enter看看 它會不會夠聰明 執行一下 以下就是 有沒有 馬上幫你寫出來 OK 然後他跟你講說 你只要把程式碼貼到 VBA編輯 就可以升成99成把它表 有這麼厲害嗎 而且他名稱叫做 Multiple 好啦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看起來程式對不對 4i等於1到9 看起來好像是對的 來試一下 然後接下來的話 你們就很簡單 如果什麼事都沒做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就是開發人員裡面 找到Visual Basic 然後做什麼呢 把程式 直接貼到模組裡面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一個 所以你再按右鍵插入一個 然後把它貼上 看這個名稱 要不要把它改成99成馬表 如果 我的習慣 我乾脆把這個先去掉 或者我這個先把它註解一下 把它貼上這個改一下名稱好了 因為叫sub就是這個馬表 OK 試一下喔 那我看看他有沒有這麼厲害 直接執行看看 有輸出了 結果對不對 結果好像是 有 他最後乘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 1乘1等於1 1乘2等於2 所以你要跟他講說 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他輸出的 所以 你可以再跟他講說 輸出 跟他再提醒一下 輸出 範例 範例 為 就是 類似像這樣 1乘的話 我用大寫的x 1乘1等於 1 因為他其實輸出好像就是結果 你就跟他講說 那你如果要寫細一點的話 就是乘數是什麼 不過我覺得這樣他有點要 寫很多啦 我先偷懶一下 我看看他懂不懂 Enter一下 有沒有 他知道了 OK AI真的蠻厲害 有了耶 他這邊多一個x 有沒有 所以一樣呢 再把這個公司 再把這個程式複製一下 然後再一樣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這邊輸出 不過名稱我不改啦 一樣 把它貼上 把上面他這個sub的名稱拿掉 我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我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到 是嗎 對耶 成功了 所以你看 AI真的蠻聰明的 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利用AI幫你寫出來 當然最後還有一個清除嘛 清除怎麼寫 清除我看自己寫比較快 你當然你也可以叫AI寫啦 不過我跟各位講 你要寫一個清除的話 就是寫個sub 這邊打個清除 然後哪個範圍 你跟他講 那個範圍的話 就是用Range 然後 B4 到 J12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 按鈕 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 就這個範圍清除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這樣輸出 這樣結 OK 那最後的話就把這兩個變按鈕好了 旁邊加個按鈕 插入一個按鈕是 九九九十八表 這邊九九十八表 然後另外一個我把這個複製貼到這邊 這個叫清除啦 不過清除我看一下 我好像有兩個清除 我把這個清除拿掉 這樣 這個把按右鍵 重新指定清除 完成 輸出清除 輸出清 最後的話 請各位就是再把那個 上個禮拜 這個如果假如你沒做出來 你就 把它 再加上去 然後其實就是 設定格式化條件 我這邊管理規則 第一個是 這個 記得喔 這個公式 自己稍微記一下 相加等於10就對了 記得所 三列跟A藍 他其他的部分都差不多 就這個 這個是 有沒有 所A藍等於5 這個是 所三列等於5 這樣就分別給不同顏色 這個是第一個 設定格式化 上個禮拜給各位的一個作業 那第二個的話 請你把 九十八表 再複製 一個 新的工作表 並且 試試看利用 TRAGPT 當然你會寫 你自己寫也沒關係 然後呢 請他幫你寫一個 九十八表的一個程式 但理論上 我的敘述方法其實蠻單純的 就是說 請幫我寫一個九十八表 甚至最好是 直接跟他講說 把剛剛的這一串 直接怎麼樣 乾脆就直接加到 這個地方來 豆點 把它加到這裡 有沒有 直接 存檔 他寫出來的 就會是正確的 所以最好敘述的話 直接就跟他講說 我要的範例是 這樣子 他就會 一次 就做到位 但如果沒有做到位 沒關係你再跟他講一下 他就幫你改 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 試試過 TRAGPT寫程式這一件事情 好像似乎 離 這個理想的狀態越來越接近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所以今天的作業 總共 其實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是 蠻有趣的 總共是 110 202 然後再把108 的部分 加上上個禮拜的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 然後 並且利用那個 VBA 這個VBA部分的話 你可以用 CHARGE VT 試試看 好 好 OK OK OK